小林34岁来自黑龙江室内装饰 女嘉宾小宋25岁 同样来自黑龙江美甲 来有请有请两位 愿意把箱子里的秘密在这个现场公开吗 愿意 愿意 小林34是吧 对 你们俩曾经的关系是 曾经是夫妻关系 现在呢 现在是离婚了 离婚 半年 为什么离婚呢 我就是感觉到心酸心寒 都有哪些呢 我想让她就是找一个正常的工作 然后她不肯 同时呢 她就每天天不亮 她就走了 晚上很晚很晚才回来 回来的时候呢 就是玩游戏啊 也不帮我看孩子啊 毕竟我家孩子才19个月 哦 你们还有孩子是吧 是的 男孩女孩 男孩 离婚之后孩子跟谁了 跟我了 跟他了 你没要是吧 我要他不给 我不给 从孩子生下来到现在 你说我不想玩 那你说我13岁 我就开始 就出去给你打工 现在我还是去给你打工 我本身我就不想跟你打工了 因为打工吧 太累了 我自己现在挣钱 我感觉这样自由了 现在这是好 好吗 一共就两三千块钱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你现在问题是这样啊 你说这一天自由 你倒是自由了 每天走得那么早 回来那么晚 跟你朋友喝呀吃呀 你说在家里 就靠父母 他从来就靠朋友 那你说 我再没有这点朋友 再没有这点乐趣 然后你说 你别跟我提你朋友 你提到你朋友 我就更生气了 我朋友每个都对我非常好 你知不知道 朋友那么好 跟朋友过去 是你要复婚吗 是要复婚 朋友好跟朋友过 复什么婚啊 不行 不行 不行吵什么呀 慢慢说 姑娘 他做什么了 他就是背着我 拿着我的钱 借给了他的朋友 然后常常的把 我这个 我就借了一万块钱 是你的钱吗 你又着急用钱呢 你说 是你的钱吗 就是着急用钱的过程 那你呢 是你的钱吗 不是我的钱 那你为什么 要拿我的钱来 那我回来 我跟你说了吗 你为什么 要来一个先斩后奏呢 我问一下啊 你们在婚姻内的时候 家里谁挣钱啊 没有孩子的时候 我俩是共同来挣钱 那时候在外地嘛 刚刚回来的时候 那时候也就有孩子了 他一门劝我 把孩子做掉吧 做掉吧 我说作为一个女人 我不想要 我不想在你这 失去了第二个孩子 我不想我在一辈子 我都没有孩子 我的一个坚持下 把孩子留下来了 就这样一起生活 那我说不要孩子 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 因为啥 咱俩出了七年 那你说 没有孩子的时候 咱俩多快了 三个年还没的 出去留着玩去 现在有个孩子 你说我一天 祈祷爬叛叶叶的 不白了都是你一个想要 那你想要的孩子 那也是 我如果要是不想要的话 我要这个孩子 那你说你现在 你说你自己现在 你自己行行行的 你说我原意对你好 你好不好 你自己拍 然后你说一说 那你说就偏要这个孩子 你如果要是对我不好的话 我以前我也不可能跟你在一起七八年的时间 而且 有了这个孩子之后怎么样了 跟婆婆一起住 住了一段时间 我的婆婆呢 就是他们两个之间吧 就是总能出现一些矛盾 他俩就每天都是这样的吵啊吵 然后我就是在中间 就劝呢劝 我和我妈吵 你就得骗了骂我 你们俩要是不吵的话 我是不是就不用跟你吵了 我感觉我在中间很难做 因为我毕竟是个儿媳妇嘛 他俩就这样的吵 吵完之后 我的婆婆呢 就一宿一宿的哭啊 我那时候我带着孩子 孩子才四个多月 每天呢 都是我二十四小时带 然后我也是睡不好觉 一个不小心 给孩子洗澡的时候 就烫到孩子 但是我不怪我婆婆 我自己的 那你这个事情 你还怪我妈呀 我不可能怪她呀 孩子烫的面积大吗 对啊 当然大了 从这儿看 一直烫到肚脐呀 一个胸部 孩子烫完之后呢 烫完了以后 直接就送到五院 直接就是整皮 或者是 送到哈尔滨的十五院 然后你们夫妻俩做了什么呢 我搬出去住了 孩子烫伤了 为什么不照顾孩子 而是搬出去了呢 我感觉吧 在这家里边 没有一个宁静的天 我就想有一个安静的天 有一个快乐的生活 结果搬出去之后 也没有这样的生活 她对我的照顾太少了 孩子在住院期间 谁在照顾 我 还有她 那是我俩咪离婚的 这离婚半年 为什么又想着复婚了 因为孩子需要有个妈妈 听你前妻的这个描述 等于有了孩子之后 你可能也是经常地 要打打游戏 跟朋友喝喝酒 不太照顾孩子 是吧 从生下来就我一个人 坐月子也是我一个人 包括我要生的时候 她还呼呼大睡 我说哎呦 我的肚子疼死我了 不行了 那你说我当个男人 那你说你肚疼 我还能找 我帮你怎么整啊 我还会生 我也帮你生出来 她 她跟我来了这么一句 后来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她接着睡 我只能说 我只能是 那我不是要干啥啊 我还能陪陪着 还能陪着 那一页都可以得了 来我能玩一句吗 你们俩就这样 付什么婚呢 你今天是来干嘛的 不能复婚 所以怎么睡得跟女人 一句跟一句的 现在离婚半年多 当时为什么离婚 是因为孩子出院 你们离得婚吗 还不是 就是因为 她的表姐吧 我今年26岁了 我能把孩子 带成这么大 我感觉我已经不容易 孩子带孩子 然后结果她的表姐呢 当着所有朋友面前 指指点点地说 瞧瞧你把这孩子 造得这么脏 这么瘦 她当着正在面前 指着着我们 我俩就因为那件事 就因为她的表姐 说你没带好孩子 你就跟她离婚了 是还是不是 你就同意了 我就同意了 因为啥 我得回到家里头 我就肯定是 啰嗦了几句 然后我俩就这么 抄下来了 因为我 我姐说的 你看把她带着这么埋的 给我一句 带着这么埋的 然后又是湿的 又什么的 然后说了她几句以后 她就反正 我特想知道 就是这孩子你带了 你怎么带 因为我就是 七早爬半夜 天理是正前去 想复婚吗 我俩必须是 有感情基础的嘛 如果说要是 把她的脾气 改少一些 爱呀 给我多一些 然后我能考虑一下 好吧 各位老师挺麻烦的 怎么办呢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圈 我听来听去 听你们俩在这吵吧 我心里特别难受 就是孩子烫伤的事 因为我们都是做父母的人了 对 那么小的孩子 烫伤面积肯定小 你们都从苦海当中逃脱出来了 这半年应该 过得比以前好吧 我不好 哪方面不好 带着孩子 带孩子 以前没带过 没带过 都是她的 那你不会是 家里缺带孩子 你找她来的吧 那那也不是 那咋说这玩意是一个家吗 既然有个孩子 那我是肯定要把她带西医回来的 开头吧 就是不想要这个孩子 就是亚洲国家 非常相爱 也 他就偏要这个孩子 要了以后吧 你说给我 说白了 我是一个非常散漫的一个人 你是人嘛 听得一遍又一遍地说 这个孩子我本来不想要 我本来不想要 那现在想要 他是现在不懂事 没有听见你说这样的话 他听见你这样的话 对你这种父亲特别失望 那他儿子就在那个摄像机下面 睡着了 睡着了 在那个摄像机下面 他有个朋友抱着他睡着 长得特别可爱 哎呀 不是这大哥 我就是觉得你还没长大呢 你不想要孩子的原因 是因为你还是个孩子 为什么女生不要孩子 那很奇怪啊 因为我不给他 你看双方父母都没有 他自己的父母都没有 你知道我多长时间 以泪洗面吗 就是啊 我觉得孩子还是跟妈比较幸福 对 我觉得就别复婚了 婚别复了 你把孩子抚养全让出来 你也抚养不了 你也没这水平 你让出来 你付赡养费 你每个月付赡养费 孩子有母亲抚养 我觉得这个方法比较好 你为什么摇头呢 我肯定不能让 为什么呀 因为我俩必须得要复婚 那你拿这个当要挟的武器 你就不对了 你不能说我有孩子 你就得跟我 这个就是一个无赖逻辑嘛 我不想要这孩子 你要了这孩子了 那你就要负责 你要是这样的话 我怎么作都行 然后你跟我离婚还不行 现在你可以跟我离婚 离了婚 小样孩子在我手里 你还得给我回来 伺候孩子伺候我 你觉得这逻辑好吗 令人发指 我问问女生 如果孩子归你 你还要跟他复婚吗 不会 为什么 如果他要是能改掉 他的那些个 坏毛病的话 责任感多一些 我会考虑的 他改不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 你改不了吗 打你上台 到现在为止 一丝一毫 我看不出你爱对面这个女孩 你也不爱你孩子 感受不到你对他那份亲情 但我现在爱孩子了 你就这么说 太空洞了 你是一个非常自私 没有责任感的男人 你不配做人的丈夫 更不配做人的父亲 你看你的从工作方面来说 不愿意去打工 愿意去创业 不是为了做得更好 为了什么 自由 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想去喝酒就喝酒 想打游戏就打游戏 没有人会管你 这是你要的 第二次 既然不想要孩子 为什么一而再的 让他怀孕 你有责任感吗 第三 他那么痛苦 肚子疼 你呼呼大睡 你爱他吗 看不出来呀 你是帮不到什么 但是你心里不疼吗 你知道你把孩子抢过来 他整日以泪洗面吗 你知道 不为所动 某就是不给你 你得回来照顾孩子 就你这样的人 配有老婆 配有孩子吗 还跟着上台阵阵有词 姑娘 孩子 咱们已经要回来 用法律手段要回来 这个婚一定不能付 因为他根本就改不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做错了 但是我俩毕竟是有感情 我俩 那是你认为有感情 真有感情 他会呼呼大睡 认你疼痛吗 明知自己带不了这个孩子 他就是不给你 邀请 让你回来 不是因为爱你 而是他要一个所谓完整家 可以让自己去玩啊 去玩游戏呀 不用管孩子呀 所以 用法律手段要回孩子 他的确是事实上的父亲 他是要付抚养费的 你掏不了这个责任 但是你想要那份爱 用自己的行动去争取来 而不是要挟了 在做这个节目之前 我出去我就看见他嘛 坐在现在的那个女孩子的位置 抱着你们的孩子 那会儿孩子还是醒的 我看这个男生 抱着孩子的时候 还蛮像一个慈祥的父亲 这会儿他上来之后 这嘴巴一开 这形象立马翻个儿 我就有的时候特别不明白 你说这孩子漂漂亮亮 活泼可爱的 就这样处在你面前 十九个月 你还要口口声声说 我原本不想要的 你口口声声说 我现在是爱孩子的 但你却明明把孩子作为要挟他的工具 其实我特别不想说你是个坏人 他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他倒不见得真有多坏 他就永远长不大 而这种人是最害人的 你要是坏吧 可以决心决意地离开你 可以走得开 偏偏他不是那么坏 他就是永远长不大 永远不懂事 这辈子都不懂事 而你跟着他又非常的累 所以我就特别不明白 你怎么会找一个这样的男生 爱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角色 我在成长过程当中 我缺失了任何一种 比如说父爱 或者是兄弟之情 你都会把这所有的爱 要求到这一个角色上来补偿 因为他是这一辈子 陪我们走过的人 而你恰恰是曾经是个孤儿 所以按道理来说 你对于你的爱人 应该期待非常之高 你应该希望他给你如父如兄的爱 来弥补曾经你成长过程当中 缺失的所有的东西 但是你没有 你恰恰找了一个特别不成熟的男人 所以说 对于爱人期待越高的女人 往往会物极必反 第一 要么就特别敏感 宁缺物赖 第二 就是像你这样的 不是的 不是的 因为我俩吧 刚刚认识的时候 我很小 我那16岁嘛 就是也从来没有得到过爱 16岁的时候 你就已经是孤儿了对吧 对 我10岁的时候 就我母亲去世了 所以你别说了 我知道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因为恰恰你从来没有得到过爱 所以随便有个男生 他可以给你一些问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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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